面对已经成为六道仙人的班 只有仙术以及体术能够伤害到他了 而水门并不擅长仙术 且双手都没了的还只能打扫破 按此十名人和左柱都在温泉C地 凯尔话不说 浩利瓦无尽之刃准备打AD carry 现在正是我苍蓝猛兽上场的时候了 八门断甲 第七金门 开 八门断甲 第七金门 开 金门强大的气压卷起了一阵风暴 然而班却表示居然只是蓝色的蒸汽 而不是红色的 还真是被小看了 地冲上班跟前 但已经超越人类动作的他 此时却连一拳都打不到班 咒呼 爆炸般的气流冲击战场 浓浓烟消四起 沙尘退去后 班仅仅被打退了击公尺 而凯却被击倒在地 唯一有机会打出破口的体术都失败了 正当众人绝望之时 凯握紧了拳头 我的青春还未褪色 水门等人意识到凯正准备打开死门 纷纷劝足凯 毕竟死门强大力量的反噬就是生命 水门老师 你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是对抗九尾保护村子吗 我只有现在了 八门盾甲 第八死门 开 血液沸腾出红色蒸汽缠绕着凯 这就是八门全开石特有的血蒸汽 班仅仅的注视着这炙热如火的血蒸汽说道 看起来就像秋天逐渐枯萎凋零的落叶一样 你说的没错 但枯叶将会化作新生绿叶的养分 就像凯的父亲说过的 所谓真正的胜利病不是打败强者 而是保护好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东西 刹那间 凯已经移动到班面前 西向 此时的班面对死门凯再也无法轻松拨开 只能勉强用六道膝杖挡住冲击波 强大的冲击波让班重重的摔落地面 凯跟上正要打出第二击 但死门带来的身体反噬 紧急一击 手臂就已出现裂痕 但面对班这样的对手 就连半秒也无法喘息 就算扛着骨折带来的疼痛 说什么也必须打出西向完整的五连击 面对已惊吓定决心的男人 悲伤与难过 对他们都是一种侮辱 凯绕着班将速度提升到最快 西向一足 最高速的西向冲击波起来 班将球盗域变作一面盾牌抵挡 却莫来得及挡住西向二足 三足 四足 班完全被各个方向袭来的强大风压锁死无法动弹 而五足来势汹汹 班只好将球盗域把自己包起来形成圆形防护罩 并射出剩下的球盗域攻击凯 小李射出了带有水门的标记苦 水门瞬间转移了球盗域 我艾罗用沙子载着卡卡西 卡卡西神威破坏了班的防护罩 五足西向连招完整的命中班 强大的威力不止球盗域都扛不住 还把班打趴在地上磨了几百公尺 班擦了擦嘴角的血狂笑道 跟驻间对战之后 我从来没这磨兴奋过 你还能起舞吗 还有更厉害的招式取悦我吗 连西向也不行 看来只能使用那招了 血气而炸裂 地崩而山催 此刻血液已竟然烧着身体 燃烧的血争气化做愤怒的血色火龙 班狂喜在我交过手的人当中 没有一个人体数比你优秀 我班愿称你被最强 血色火龙带着龙鸣尸吼扑向班 强大的能量与速度 甚至空间都发生扭曲 叶凯 血色火龙吞噬着班 班瞬间口吐鲜血 倒飞了数公里 强大的威力 让班与凯两人的骨骼都粉碎了 连众人都被卷入庞大的冲击波 烟雾散去 班被踢掉了半个身体 尔凯的青春也已燃烧殆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